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实在我们慈激三十周年庆过后 我们海外慈激人其实已经有回来我们台湾这边 来办这样的一个精进研习 那主要的这个原因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精神理念 就是法脉传承给我们的海外的家人 那当然就是精神念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一年一度的这样子的一个干部研习 就是希望能够邀请我们海外的家人一起回来一起精进 然后就是借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可以充一下电 然后回到他们的桥居地 那他们就可以在推动会晤上 如果有面临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需要一些方向的指导 那我们就是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研习营 就是跟他们分享我们台湾的一个做法 那当然除了台湾的做法以外 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实际的精神理念 跟法脉传达给他们 我们这次主要是有为很多国家设计 他们独自的课程 那用意是像菲律宾的慈善 然后香港的环保 那还有马六甲的四合一 他们其实在对于这些会晤推动里面的 都会发生一些问题 那他们也无法解决 那他们就很希望可以回到台湾 来我们的精神堡垒来取经这样子 所以他们很期待可以这次回来 那我们也为了他们设计很多课程 那有跟讲师分享了他们的问题 那讲师也说稍微的回馈 甚至我们也跟当地做连结 了解当地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才帮他们设计这段课程这样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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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棒子交给菲律宾姐了 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